奶奶的担心不无道理 少了老一辈的教导 深圳的一对父母 在照顾孩子这件事上 还真有些手忙脚乱 我的妈妈的衣服都湿了 湿完了 洗不洗了 我的衣服都湿了 深圳爸爸是美术老师 对宝宝衣服的搭配很是讲究 不仅注重色彩搭配 在款式的选择上 也有独特的品味 这个比这个要厚一点 这个薄一点 那个牛仔 那个有点紧 太厚了 爸爸正在给弟弟 穿上自己情形挑选的衣服 可弟弟似乎并不配合 一 二 七 离 就好 这个努力 可以 快点让个位置给混合出来了 冠好了 穿好了 穿好了穿好了穿好了 袭凌凉 L decir 地评 阿姨 催 лем 房族 菇 想要给不太配合的宝贝换好衣服 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刚才给他换那个感觉有点热 给他换再给他换薄一点 水你也不喝 你要干什么 不喝 眯眼睛不喝 叮 再迷一次 再迷一次 不喝再迷一次 嗯 再迷一次 再迷一次不喝 不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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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活吧 快活了 又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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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reme 又来啦 你 都nek 孩子的生长发育很快 衣服也需要时常更换 而在这个问题上 深圳家庭似乎是各有各的主意 意见肯定是不同意的 老人他的那个 生态官跟我们年轻人的生态官 都是一样的 他们选出 我目前选衣服他主要注重的是舒适性 就是看着哪个衣服舒服 我就买它了 然后我呢就是 看着怎么时尚啊 好看 有的时候也会稍微感觉 考虑到舒适 舒适这个问题 反正穿着也蛮好看的 实在不行就穿了一次两次 都穿不到 然后就当时就把我这个机构 我就买了 妈妈穿 对爸爸买的衣服是什么 看了爸爸 哎呀我选的可多了 爸爸都说不好看 我觉得蛮好看的 爸爸就说这个呀 这个颜色又深了一点呢 图案又不好看呢 版型又不好看 我的天啊 那个时候就跟他 就跟他争论了起来了 我就是比较喜欢Q版的 就里面带着图案呢 有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就很喜欢那些 一些简单的 爸爸就说不好看 或者还是在网上买 网上买方便一点 样子多一点 网上买衣服呢 就是摸到材质嘛 看不着就不会 就是料子的那种 材质什么样 嗯 再一个呢 就是有的时候大了小了 或者不合适了 他得麻烦地去更换 有的时候也就是他说的 就是他喜欢就是潮一点的衣服啊 时老一点的 嗯 但是就是我就建议你 就是说得买 就是比较宽松一些的 宝宝多穿鞋子